9月29日上午 從美國移民局官方網站得到的最新信息 兩位來自香港的年輕人 正式獲得了美國政府給予的政治庇護 洛杉磯的環球律師事務所 協助兩位參加香港反送中抗議活動的兩位年輕人 在年初提出政治庇護的申請 因為新冠疫情 移民局一度關門 上個月重新開始面談後 這兩位香港年輕人得到了面談 在今天 移民局網站更新的信息顯示 他們兩人都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政治庇護 這個信息顯示 美國政府已經向香港人開放了政治庇護 凡是符合條件的香港人 來到美國之後可以提出政治庇護的申請 這個信息也證實了 香港的人權狀況在過去一年有嚴重的角化 原先的香港是民主自由和司法獨立的香港 香港人很少有提出申請政治庇護 而西方民主國家也很難批准香港人的庇護申請 但是自從2019年反送中以來 香港警察的暴力鎮壓 中國大陸2020年6月30日正式批准的港版國安安全法 都表明了中國徹底披棄了對香港人的一國兩制承諾 而美國也不再認為香港是一個可以保有民主法制的獨立地區